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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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国王宝贝 我们来比赛 看谁最厉害 当然是我咯 待会就比球类运动 快把用具准备好 QQ 我准备好了 迷迷网球竞赛 开始 OK 我准备好了 看我大展身手 怎么突然有烟雾啊 小朋友仔细看 国王把笔好像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大家快来找找 什么是错误的答案 小朋友找到了吗 我找到了一个 打球时应该要用的是球拍 不是平底锅 怎么会搞错呢 第二个 仔细看 手上拿的竟然不是网球 却是一颗鸡蛋耶 又搞错了 应该没有了吧 还有哦 最后一项 运动完应该要喝水 补充水分 不能喝冰气水 小朋友都找到了吗 奇怪 我准备的明明是对的 怎么都被调换了呢 是谁在捣蛋吗 希望打篮球的时候一切正常 又发生什么事啊 大家快看 篮球场怎么变得像迷宫一样啊 这迷宫弯来弯去 要怎么找到篮球跟篮球框呢 QQ交给我 小朋友跟我一起来完成任务吧 首先 我们得先找到球才可以哦 我先往这边 这不是篮球 是保龄球跟球瓶 我们继续找找看吧 咦 找错了 怎么办 Q公主和小朋友往另一边找找 找到篮球了 我们继续找篮球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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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啊 我看到篮球了 哈哈 抵达终点 投篮得翻 Q公主跟小朋友真厉害 还好没迷路 可是 到底是谁在导弹呢 哎呀 足球 满满的足球 会不会有导弹鬼的身影 想知道就自己找吧 小朋友 快仔细把藏在足球场的导弹鬼给找出来吧 没那么简单 倒数计时 都长得一样 怎么找啊 一定可以的 哦 好像有发现 大家找到了吗 太好了 再找找 是这颗球怪怪的 好像有 手 脚 跪巴 跟头 就是迷迷导弹鬼 抓到你咯 恭喜小朋友得到 帮我们把导弹鬼找出来咯 耶 太好了 下次可以约大家一起来咪咪岛运动咯 一起健康运动 快乐长大 好耶 今天的任务顺利成功 这是她的鼻子 这是她的指甲 老天哥哥 你在做什么啊 嗨 草美姊姊 我在研究五尾熊啊 哇 我很喜欢五尾熊耶 那有关于五尾熊的知识 你可以告诉我吗 当然没问题咯 那现在我就带你去动物园 顺便告诉你 现在 我们要怎么去啊 万能远端时镜小TV 有了它就可以在家里面逛动物园哦 这个好神奇哦 今天还有一位好朋友乐乐 要跟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哦 小朋友好 我们今天要去动物园找动物园长五尾熊玩哦 草美姊姊 你知道它们为什么叫五尾熊吗 不是因为它没有尾巴吗 当然不是咯 五尾熊其实有短短的尾巴 长久以来已经变成坐垫了哦 加上浓密的毛 所以几乎看不到它的尾巴 而且它不是熊哦 哇 哦 五尾熊不是熊 是啊 五尾熊跟熊啊 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哦 它们只是因为它的长相跟动作像熊 所以后面的人呢 才这样子命名它的 事实上啊 五尾熊跟袋鼠一样 都是有带类的动物哦 哦 所以五尾熊不是熊 没错 草美姊姊 那我再考考你哦 你知道五尾熊它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知道 睡觉 答对了哦 那你知道五尾熊为什么会常常睡觉呢 是太累了 还是太饿了 还是太热了呢 呃 五尾熊平常没有做什么事情 所以应该不会太累 而它们又直接住在它们的食物 尤加利树叶的树上 所以应该不会饿 那它们就是太热了 五尾熊 你是不是太累了 所以一直睡觉 嗯 答错 哎 为什么 因为啊 这跟它们吃的食物有关哦 五尾熊只吃暗树叶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尤加利树叶 但是这种叶子 纤维高 热量低 需要很多的体力 让身体去消化 所以它们每天只花一点点的时间吃饭 再来会花很多的时间睡觉休息哦 虎原长 你醒一醒 你看 五尾熊宝宝在吃叶子了 尤加利树叶看起来像镰刀的形状 也难怪需要很多体力来消化 嗯 这跟树叶像不像镰刀 其实没有关系啦 不过尤加利树叶其实它有一点点小小的毒素 成熟的五尾熊它可以分解这些毒素 但是五尾熊宝宝是不能吃尤加利树叶的哦 诶 那五尾熊宝宝它们要吃什么啊 很多人说它们都是吃妈妈的排泄物 但是其实那是五尾熊妈妈身体 消化了尤加利树叶之后 所分泌出来的宝宝副食品哦 你看五尾熊一直睡觉 让我也想睡觉了 哇 五尾熊妈妈跟其他所有动物的妈妈都一样 实在是太伟大了 是啊 草莓姐姐 所以动物的世界真的很神奇对吧 嗯 谢谢柳丁哥哥 今天让我学到了好多有关于五尾熊的有趣知识哦 不客气 草莓姐姐 我再跟你说哦 你看五尾熊的爪子又长又立 所以它们就可以很厉害地爬树哦 嗯 我觉得它们毛茫茫茫的耳朵也好可爱哦 超可爱的 而且里面的毛是白色的耶 真的耶 多多米苏拉 多多米苏拉 我是小小音乐家 叉叉又圈圈 眼圈圈又叉叉 叉叉圈圈小小娃娃超级爱重要 叉叉叉的头尾梆 叉叉叉 叉叉叉叉叉叉叉 数其大拇指 hun叉叉叉叉叉叉 热烈的鼓掌儉叉叉叉叉叉叉叉 大声的喊叉叉叉叉叉 一二三四五五五四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运动我嘴心 profiuca Tri-кахini 价建渐 hàng 和 ice life at the box 抓抓抓的渐渐和叉喊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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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远出不起 ouwn 变变变的头 棒棒棒 竖起大拇指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大声的喊出 棒棒棒 白白的脸大大 黑的手发 红尘黄绿蓝点子妈妈 最美丽 撞撞的手臂 胖胖的肩膀 柴米油演讲促插 爸爸最努力 点点你的头 棒棒棒 竖起大拇指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大声的喊出 棒棒棒 1 2 3 4 5 5 4 3 2 1 1 2 3 4 5 6 7 8 运动我最新 夹夹又渐渐 渐渐又夹夹 小小小小小小 不会忽无忌 点点你的头 棒棒棒 竖起大拇指 棒棒棒 热烈的鼓掌 棒棒棒 大声的喊出 棒棒棒 点点你的头 棒棒棒 竖起大拇指 棒棒棒 热上都鼓掌 棒棒棒 大小的海中 棒棒棒 做一個超酷超可愛的 阿琪立體卡片喔 準備好阿琪包包了嗎 Let's go 要準備的材料有 瓦刃紙板 木紋貼皮 彩色壓模瓦刃紙 軟性鐵絲 布枝布 今天的創意小幫手是誰呢 大家好 我是悠悠 悠悠 我問你喔 請問你有看過 阿琪悠悠緣嗎 當然有啊 我超喜歡上 阿琪老師的課 可以拿到好多有趣的徽章 我超想要拿到 天空導遊的徽章 雖然我們今天 沒有辦法拿到徽章 但是我們要做一張 超特別的生日卡片 送給阿琪老師喔 好棒喔 好期待喔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做 阿琪悠悠緣的教室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準備了一個 長型的紙板 在紙板上面呢 有看到 大面積跟小面積 大面積是教室的牆壁 小面積呢 是都做屋頂用的 等一下呢 我們的紙板 可以凹折就可以囉 方便它折起來 對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好 來 有耶 那我這邊有熱熔膠 我們把它組合起來 幫你緊一點 緊一點 好 打開來看看 是不是一個教室的樣子 有耶 所以剛剛天豬豬姐姐說的 這個就是屋頂的步驟 沒錯 所以呢 接下來的步驟 我們需要用到的就是 軟鐵絲 來固定屋頂跟牆壁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在 在紙板上打洞對不對 有 所以把它穿過去對不對 好 那這個打洞的地方呢 爸爸媽媽可以幫忙 要不然的話會很危險 這個要請爸爸媽媽特別注意 然後呢 就把剛剛的這個鐵絲穿過去 好 再找到它另外一邊的家 有沒有 穿出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稍微的彎一下 這樣子就固定住了對不對 沒錯 所以要記得四邊的屋頂跟牆壁 都要記得做固定喔 這樣看起來就很像屋簷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去美術行買這個 這個就是木紋的貼皮貼紙喔 可以把它貼在整個教室的外面 這樣看起來呢 就真的很像是木頭座的教室了 那問問看又又好了 你覺得這個教室 是不是跟阿琪又又圓裡面的教室 還差一點點 對 你覺得還有哪裡需要加強嗎 需要有 窗戶 還有 糖紅色的門 跟 又又 你剛剛說 你要窗戶 大門還有屋頂 我幫你美化好囉 有沒有很漂亮 有 可以用泡棉紙 還有透明片 做成像這個可以反光的窗戶 然後呢 也可以做成門 這個門裡面呢 有一個很大的驚喜喔 等一下再告訴你 好 然後屋頂的地方就可以用 把木紋的貼紙 做成像瓦片的形狀喔 好 這個呢 就是阿琪老師的教室了 是 那教室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就要做 阿琪的頭部喔 阿琪老師的頭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瓦漫紙條來製作喔 要怎麼做呢 好 我們現在桌上有很多條瓦漫紙條 對不對 我們要把它連接在一起 好 那可以使用這個牛皮紙膠帶 來把它黏貼喔 好 我們兩條這樣會更加固定 對 沒錯 依序呢 待會兒把每一條都連接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捲起來囉 好 這時候就要請優優來幫忙了 像這樣 捲 好像在包壽司喔 對不對 好 換妳包壽司 優優好厲害喔 就是照這個方法呢 我們要捲這個直捲 然後呢 很多條捲完之後呢 就會變成像編竹師姐姐手上的 這樣子 但是優優妳覺得 這樣有像阿琪的頭嗎 有像 有像對不對 跟你們說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 超級酷的阿琪立體卡片 所以呢 我們要讓這個直捲變立體的 對不對 要變魔法嗎 沒錯 要變魔法 很簡單 其實手放在底部 然後往上面 推… 好像手拉配喔 對啊 慢慢的推 然後讓它的距離大小都差不多 然後做調整一下 到妳想要的大小 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過來 然後用熱溶膠把它做固定喔 黏起來就對了 沒錯… 阿琪的頭部完成了 但是我覺得好像可以在豐富一點 對不對 優優妳覺得可以再加一些什麼呢 可以再加它的眼睛鼻子跟嘴巴 眼睛 五官的部分沒問題 我這邊準備了 登登 不知不來做它的五官喔 有耶 阿琪老師逃出來了 好可愛喔 好 好 但是好像還少了什麼對不對 少了什麼 悠悠 它的耳朵 很好 那我們一樣還是要準備這個 瓦潤紙條來做阿琪老師的耳朵喔 登登 這個就是阿琪老師的耳朵的形狀喔 好 怎麼製作呢 一樣可以用剛剛的瓦潤紙呢 捲成圓形的形狀 然後呢 外面呢 我們就是稍微的留一點點空隙 變成有點三角形的造型 中間這邊呢 再捲三角形的瓦潤紙捲 把它塞進去 然後呢 我們稍微要比對一下 在這個阿琪老師的臉旁邊呢 稍微塑形一下 好 固定住之後呢 就會是阿琪老師的耳朵了喔 另外一邊的耳朵黏好之後 阿琪老師就完成了 好可愛 然後呢 再加上黃色跟藍色的不織布 就變成阿琪老師的領子囉 這個就是阿琪老師 完成了阿琪老師 那現在好像可以再熱鬧一點 對不對 悠悠 對 我覺得還少了誰 他們的學生 學生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完成 阿琪老師的學生 阿琪老師是立體的 所以阿琪的學生 也要用立體的方式來呈現 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喔 我們要使用到 影子畫的方式 好可愛喔 做法很簡單喔 其實我們要使用到的是 泡棉膠 以及彩色壓膜瓦刃質 把它們黏在一起 這樣子就會有立體的感覺 以及影子的效果 我們可以做好多好多她的學生 希望我們就可以把它組合在一起囉 我們的阿琪老師做好之後呢 就可以準備另外一個箱子 這個小紙箱來做她的身體的部分 好 然後就可以把阿琪放在上面 這樣子就是可愛的阿琪老師囉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在卡片上面囉 好 放在這裡 好了 有沒有很可愛 好可愛喔 然後呢 剛剛利用影子畫的方法做的學生 我們也可以把它拿來裝飾 好 來吧 有了 好可愛喔 就OK了 好漂亮喔 但是呢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驚喜喔 剛剛我們說呢 阿琪老師這邊的教室呢 它的門其實是可以打開的喔 好 悠悠妳要打開看看嗎 好 好 來 交給妳 好 我幫妳打開另外一邊 裡面寫著 阿琪老師生日快樂 悠悠妳覺得今天這個 阿琪老師的生日卡片啊 有沒有很可愛 有 天叔叔姐姐呢 超喜歡 我也超喜歡的 所以今天的遊玩創意 超棒 今天的畫畫魔法 又要畫什麼有趣的主題呢 趕快跟著我們 一起來畫畫吧 畫完線條後 接下來我們要準備 一起來上顏色囉 紅 橙 黃 綠 藍 墊 紫 好多顏色喔 小朋友 一起想想 你要選哪一種顏色呢 加油 加油 我們已經快要完成囉 在野外搭帳篷露營 真的好好玩喔 在野外搭帳篷露營 真的好好玩喔 好棒喔 好棒喔 你快拍手喔 好棒喔 好棒喔 我要睡覺了嗎 你要睡覺了 我們大便睡覺了嗎 要 可以啊 那你說大匠子怎麼吃 大匠 大匠 這幾顆 大匠長實在...